朝鲜半岛的紧张情绪明显升高 南韩军方证实 北韩已经炸毁了连接两韩的铁路 借已报复南韩 最近用无人机散布传单 里头指控金正恩妇女 爱用名牌货 生活奢华 而被炸掉的这两条铁路 向来被视为两韩和平的象征 因此就有评论指出 北韩的大动作是代表 南北韩关系彻底破裂 一群北韩军人准备引爆随后出现爆炸瞬间的画面 扬起了一大片的尘土 而旁边的蓝色路标则以韩文和英文写着 一路好走再见等字样显得格外讽刺 挖土机和各种重型装备也开入这个路段 协助后续的拆除工程 这是南韩陆军匿名提供的画面 被炸毁的是连接南北韩的金玉线道路 南北韩局势紧张 北韩在9号对外公布 已经切断了与南韩连接的所有公路与铁路 开始边境设防工作 并且扬言要炸毁连接两韩的交通 而在当地时间15号中午12点左右 北韩真的在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北 炸毁了金玉线和东海线的部分连接道路 断绝双方陆路交通 根据南韩军方掌握的勤资 北韩从去年底就一直在军事分界线周围埋设地雷 拆除路灯铁轨和邻近的建筑物 准备炸毁工作 而根据韩连接的报道 虽然被炸毁的金玉线和东海线都在北韩境内 却是南韩斥资1768亿韩元贷款给北韩所打造的 换算成当时的贷款汇率相当于台币43亿元 虽然名义上是贷款 但北韩从来没有还过这笔钱 而且说炸就炸毫不手软 北韩这次炸毁道路的原因在于 十一号南韩的无人机入侵平朗上空 并且散布大量传单 传单内容针对金正恩跟他的女儿金主爱 指控他们在北韩人民面临困境时 毅然挥霍名牌商品和名表 并且强调南北韩年收入的差距 北韩官媒报道称 这些内容已经激怒了朝鲜人民 认定是严重的挑衅行为 被视为和平象征的金益线和东海线 被北韩单方面炸毁 让外界解读为南北韩关系宣告 彻底破裂 南韩军方在北韩炸毁铁轨和道路后 则朝军事分界线以南展开对应涉及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目前北韩的爆破行动没有给南韩带来损害 但军方正严密监控北韩 公事新闻沈璐沛编译